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多疑问 日本欠世界一个交代 继村BA之后 贵州村超再次火爆出圈 一座偏远现场的足球比赛 何以引发全国瞩目 韩国房价持续下跌 韩全租房制度泡沫破裂 房东跑路 租客崩溃 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设施6月12号开始试运行了 日本的核污染水真的是无处可存吗 日本声称的核污染水达标站得住脚吗 据日本福岛当地电视台报道 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设备已经于12号上午开始试运行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称 试运行是将不含放射性物质的普通淡水与海水混合 然后按照事先确定的混合淡水的海水量 通过约一公里长的海底隧道 将其排放到目标地点 在此过程中日方将测试海底隧道 屏蔽装置是否正常运转 放射性核污染水在稀释过程中会否存在问题 东京电力公司称 还有一些与排放相关的设施尚未完工 例如用于排放前暂时储水的水槽等 计划6月底前完成全部工程 一问 福岛核污染水有多少 2011年311大地站导致东京电力公司 福岛第一核电站堆芯融毁 放射性物质外泄 持续冷却堆芯的作业 及雨水地下水流入反应堆设施 产生了上百万吨核污染水 据统计截至今年5月 已达到约133万吨 储存在核电站内上千个储水罐中 二问 核污染水真的无处可存吗 此前曾有国际环境组织指出 在福岛核电站的第78号基础建设预定地 埋土厂及周边有一块大约 800乘800平米的短期内 不可能用于塌土的土地 可以用于建造污水罐 如果建造类似于储油罐的 20个大型污水罐 大约可以存储48年的污水量 不过由于日本政府和东电称 需要时间与福岛地方政府和土地所有者协商 与新建存储罐相比 认为核污染水排海最划算 三问 将核污染水排海是唯一可行方案吗 事实上将核污染水排海不是唯一可行方案 就连日本此前的专家组也曾经提出过 五种核污染水的处理方案 分别是将其固态化埋入地底 沿着地下管道排入地底深处 变成水蒸汽排入大气 电解处理以及直接排放入海 不过日方最终在 核污染水排海方案选择了成本最小 但对海洋危害最大的排海方式 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的 核污染水排海方案中 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是关键 日方坚持把经过ALPS处理的核污染水 称为处理水 甚至曾找来日本政客当众喝 事实上 多核素处理系统运行期间 不断出现问题 2016年 该装置被发现有四处漏水 2018年 所谓处理水中 丝等放射性物质被曝超标 2021年 ALPS用于吸附排气中 放射性物质的滤网 近半数出现损坏 今年5月 福岛第一核电站 港湾内捕获的海鱼 须是平游其体内检测出 放射性元素色含量严重超标 达到每千克18000贝克勒尔 日本食品放射性物质含量标准 为不超过每千克100贝克勒尔 这一数值已经达到规定标准的180倍 日方迄今没有提供足够科学和事实依据 无法回应国际社会有关排海方案的正当性 净化装置的有效性 以及核污染水数据可靠性 环境影响不确定性等方面关切 遭到各方质疑 五问核污染水排海将产生什么影响 福岛核污染水含有60多种放射性核素 很多核素尚无有效处理技术 部分长寿命核素可能随洋流扩散 并形成生物负极效应 据德国海洋研究机构研究表明 自排海之日起相关放射性物质 在57天内即可扩散至太平洋大半区域 十年后蔓延至全球海域 此外大气循环有可能将核污染水蒸发到云层 再化作雨水撒遍地球每个角落 潜在的危害难以估量 而核污染水中的放射性川会被海藻吸收 经常稳定的有机川被鱼虾吃掉 走向人类的餐桌 此外核污染水中孤60的半衰期 大约为5.27年 其在衰变的过程中会释放出伽玛射线 人如果长期暴露于伽玛射线中 将会引起血液系统的疾病 核污染水中的放射性元素 半衰期短则十几年 最长的能达到5000多年 日本排放核污染水的计划 引起了全球多国的不满和恐慌 据海媒报道为应对日本的排放 许多韩国家庭正在大量囤积海岩和海产品 导致近期韩国国产海岩价格猛涨了近6倍 10年前前几年 在新安郡新一岛经营盐田的商人 此前每天只有大约100个订单 现在增加到500至600个 从上个月初批发商就开始储备海盐 储备规模不是几包 而是整个盐仓 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放 将会给周边各国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首先日本排污地点所处位置的特殊性 就决定了福岛核污水扩散的速度会比较快 波及的范围也会比较广 日本排放的核污水 可以通过太平洋的几个比较大的洋流 比如说日本暖流 北太平洋暖流等等 比较快地流向日本周边国家的海域 乃至整个太平洋区域 另外福岛核污水还将会对周边国家海域的生态平衡 和海洋环境也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核污水当中的一些放射性元素 可以通过海洋生物的不断迁徙和食物链 来做进一步的传播 所以福岛核污水造成的海洋生态污染 也将会是非常严重的 以此推知相关鱼货物的安全也会被打上问号 那么各国民众的食品安全和身体健康 也会面临相应的危险 继贵州村BA火爆出圈之后 贵州村超再次火遍全网 相关内容全网的浏览量超20一次 一座偏远山区的小县城 是如何引发全国瞩目的走进中国的乡村故事 这个出价贵州东南部的荣江县 因为一场乡村足球联赛火遍全网 这场赛事有多火爆 不仅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发言人华春莹在推特上胜赞 英国球星麦克尔欧文也录制视频为村超送上祝福 贵州村超全名为贵州荣江河美乡村足球超级临赛 民间自发组织的20只以村为单位的球队 展开激烈比拼赛场持续三个月 纵横球场的队员有卖鱼卖肉的商贩 也有开挖掘机打零工的司机 到了场上都化身草根球星 一个标准露天足球场一圈塑胶跑道 跑道围栏上悬挂着贵州村超的标语 红底白字很是醒目 四周的观众席上挤满了人 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 还有很多人自带梯子爬上去观看 人群中有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 也有几岁的孩童 不少人拿着手机不停地拍 记录下精彩时刻 赛事最多的时候 一天就吸引了来自本地各村镇和外地的 近五万名球迷 每周两三天每个晚上都要来 赛前各村代表队的村民们 身着民族盛装 兼挑糯米饭 烟雨等 荣江特产与同村的足球运动员一起入场 中场休息或是一场比赛结束时 有各个苗村洞寨刺发组织的暖场活动 也会连番登场比拼气势 身着民族服侍的村民们 唱着无伴奏的洞族大哥多耶舞 苗族卢生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在场数万名观众一起互动 燃爆这个夏天 球员在场上全力搏杀 场下的啦啦队也没闲着 把自家带来的西瓜卷粉 灵芝汤等本土美食 免费分享给球迷品尝 贵州村超火了 相关话题连续登上各大社交平台 热搜榜前列 据统计村超从5月开赛以来 网络直播流量和短视频传播量 已经超过三亿次 相关内容全网浏览量超过20亿次 到村超的现场 一看这个场面的规模 氛围真的是出乎预料 非常的火爆 这里的比赛太接地气了 来自于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村落 共同的支持 虽然参赛队员都不是专业球员 但是比赛的精彩度 观众的参与度都全都在线 还向球迷们奉献了 两次绝佳的世界波进球 引来无数惊呼 基本是全称人 每个人斗了20块钱 给我们出这个经费 反而回来的 在公立上刚进攻 有这个货车师傅 当老师的也有 厨师的 在街上卖这个乳肉 乳神这个球队 我们是奔着这个冠军的目标 冲击本次比赛 人气高涨的村超 赛事制定也很专业 以村为单位 小组赛 循环赛 还有淘汰赛 一项都不能少 决赛前四名将给予奖励 奖品也是别具一格的 每场比赛获胜队伍的奖励是 猪脚两只 当地产小乡猪 小乡鸡 小乡羊等 也是比赛奖品 随着贵州荣江 村超火爆出圈 荣江县县长徐博表示 村超将会举办全国邀请赛 我们认真数了一下 荣江38.5万人口 我们接近有5万人会踢足球 喜欢踢足球 我们的这个想法就是 共创人民足球 共享健康生活 共赢精彩未来 村BA和村超的火爆 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体育散事 在促进我国乡村地区 广大人民群众身心健康 丰富乡村文化生活 培育健康向上的文明相风方面 所取得的积极成效 与此同时 这一现象也反映出 贵州当地政府 希望通过村BA村超的火爆 来促进当地旅游产业 带动乡村地区经济发展的 一种良好的愿景 除了贵州 近年来中国不少乡村 都掀起了文体活动热潮 宁夏农民篮球争霸赛 河南万村千乡 农民篮球赛等各类 村BA赛事纷纷打响 近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体育总局办公厅发布通知 决定组织开展 全国河美乡村篮球大赛 村BA 通知称 通过举办全国性群众性 且富有农去农味的 乡村篮球比赛 突出展示新时代农民风采 展现乡村风貌 引领乡村风尚 营造全社会 关心关注 一区一夜 和美乡村建设的浓厚氛围 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村BA和村超的火爆 引起国际的反响 我觉得也说明体育 作为这种人类最普遍的 一种文化生活娱乐方式 它是最容易引起 全世界人民的共鸣的 它也以一种最生动的 最直观的 最为全球人们 所这种接纳的方式 向全世界展示了 我们中国乡村的活力 和中国乡村老百姓 对于体育运动的热爱 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同时也展示出了 我们中国在体育 通过体育 来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方面 所取得的一个积极成效 欧洲双方在各战线上的攻防态势 持续的引发关注 外媒说乌军至少在前线 四个地区发起反攻 据英国卫报报道 乌军自10号起 至少在前线四个地区发起反攻 乌方称 乌军在巴赫木特前线的某区域 推进了1400米 乌克兰第80空降突击旅 在巴赫木特附近驻扎 他们的目标是 巴赫木特南部的俄罗斯阵地 旨在协助乌军步兵向北推进 夺回整个巴赫木特地区 我们的步兵突击部队 在一些地方取得了进展 主要是在巴赫木特南部 如果我们看到了目标 尤其是俄军的步兵 或轻型装甲车辆 我们就会直接开火 乌军利用无人机 侦查确定俄军阵地位置 随后通报给这里的炮兵部队 在由他们发动打击 阵地上的乌军士兵被要求 摧毁一个目标 不能超过六发炮弹 我们正在定量配给弹药 摧毁一个目标 不能使用超过六发炮弹 俄罗斯方面 俄国防部发言人 克纳申科夫11号表示 过去一天中 乌军继续在南顿涅茨克 扎波罗热和顿涅茨克方向 发动进攻 但军没有成功 俄媒在报道中指出 巴赫木特地区的战事依然激烈 俄军转移过程中 还遭遇了乌军的侦察无人机 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 乌军证实美国支援的 布拉德利战车已经投入战斗 而在俄国防部10号的战况公布中 展示了被俄军击毁的 布拉德利步兵战车 鲍斯坦克等美西方国家 向乌军提供的武器装备 俄国防部长 绍伊古11号 向机会上述装备的俄士兵 颁发了勋章 俄国防部称 除了巴赫木特 顿涅茨克等地的战斗 乌军还在海上发动了攻势 俄称 乌军试图使用6艘 无人快速挺攻击 俄军黑海舰队的侦察舰 但被俄罗斯的防御武器摧毁 未造成俄方军舰的损伤 俄国防部套路在上述过程中 美空军的RQ-4B 全球鹰战略侦察无人机 在黑海中部空域进行侦察 或为乌军提供了情报支援 在俄罗斯国内 6月份的合同兵已经开始招募 据俄国防部通报 在6月的前10天里 招募人数超过13500人 这一数字是5月同期的2倍 是4月的3倍 据俄媒报道 目前俄罗斯18至65岁的男性 可以成为合同兵 普通士兵的月薪 从20.4万卢布 约和18000人民币起 以及对家庭的一次性补贴 和免费医疗等 据亚洲日报报道 韩国今年公寓多户型住宅等 共同住宅价格的降幅 不断地创下历史新高 楼市暴跌带来的是 韩国巨大的全租房泡沫 开始破裂 2016年欧债危机 蔓延到韩国出口需求 韩国将基准利率 由3.25%下调至1.25% 成为这轮房地产上行的起点 而2020年疫情的爆发 韩国更是将基准利率 降到了0.5% 如此低的利率 以让韩国独有的全租房制度 风靡一时 这种制度下 租客一次性向房东 缴纳房价5到8成的押金 即可入住 期间只需要付水电物业费 不用支付租金 等到租期结束以后 通常是两年 押金会被全额退还给租客 全租房高峰时期 曾占据了韩国租房市场 70%的份额 例如在全租房高峰时期 首尔一套价值500万的房子 房东将这套房子出租 最多可以收取 租客400万的押金 于是房东拿着400万和银行贷款的100万 又在市场上买了一套500万的房子 两年后 房子上涨50% 价值750万 他退掉租客的400万和银行的100万 还剩250万 相当于一套价值500万的房子 两年收租赚了250万 高回报率下很多房东连环炒房 房价也随之不断暴涨 在这个循环中 租客的几百万押金 也可以找银行贷款 而能维持这一局面的前提 就是超低的利率 无论房东还是租客 都能还得起银行利息 然而2021年8月之后 韩国开始了加息通道 数据显示 自2021年8月至2023年1月 韩国银行先后九次上调基准利率 将基准利率从2021年8月的0.5% 上调至2023年1月的3.5% 就这样 巨大的全租房泡沫开始破裂 大量还不起房贷的房东 成为老赖甚至跑路 租客们退不到定金 也无法偿还银行的房租贷款 据统计 2022年 韩国发生了2073起 全租房保证金并吞案 涉及金额高达7000多亿韩元 约合39亿元人民币 有专家预计 韩国2023年的全租押金损失最多 将达到1兆8000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100亿元 好 更多内容 我们再来看一组素兰 近来 衣橱高280米的巨型蹦极台 已经成为伊朗德黑兰的新景点 每天都有200名勇敢者前来挑战 其中大多是女性 在跳下之前 教练会向每个人传授正确的技巧 为挑战者提供技术辅导 据悉 蹦极台票价不菲 约合2862元人民币 且对参与者的体重有一定要求 俄罗斯于6月12号庆祝俄罗斯日 许多地区开展庆祝活动 圣彼得堡的中央桥梁之一 东空桥在古典音乐的伴随下 缓缓打开桥面 引来大量游客驻足观赏 此外 正在国际空间站的俄罗斯成员组 也向俄罗斯居民送去了节日的祝贺 近日 阿塞拜疆盖贝来 正在举办薰衣草节 占地30公顷 一望无际的薰衣草种之园 吸引了数百名游客参观游览 参发者沁人相味的紫色花海 不仅吸引了自拍爱好者 也吸引了专业的摄影师 薰衣草田里还能够进行瑜伽教学 参议者不但能欣赏薰衣草 还可以进入一种宁静和放松的状态 澳大利亚全国武术锦标赛 11号在悉尼举行 来自澳国内多个武术机构的 120多人参赛 年龄最大选手为88岁 最小的只有7岁 比赛包括八卦掌 弥宗拳 蓝拳 双刀 太极剑 武术散打等项目 当天决出了各分项灌亚继军 比赛负责人表示 目前澳大利亚学习武术的人越来越多 中国武术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流共融 泰国首家宠物电影院 近日在首都曼谷郊区开业 开业当天 属时之喵星人 汪星人 跟随主人一起来电影院观影 主人必须给宠物买票 每张票售价99泰铢 约合20元人民币 为保证观影秩序 影院调整了影片音量和场内灯光 宠物观影时 也需被放入主人旁边的宠物包里 据韩媒报道 韩国雷电天气大部分集中在 5月到8月间近10年 韩国平均每年观测到超过10万次落雷 造成7人死亡 19人受伤 本月10号 在江源道襄阳的一处海边 6人遭雷击受重伤 其中一人身亡 对此 韩国专家建议 闪电后30秒内 雷声响起时 引力及降低身体姿势 躲避到安全地带 雨伞等要放在地上 远离身体 好 更多内容 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 央视频点击查看 新亚洲闻天下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各位观众 再会